我們現在等著入場進來排隊 台北寶可夢中心外拉起長長紅龍 粉絲們手中緊捏著整理券 隨著隊伍擠進店內 6月1號這天 絕煩的大氣完成系列 快龍玩偶限量回歸 在後面那邊打包 直到下午都還有粉絲 陸續趕到現場 希望能強到入場機會 把快龍一起抱回家 仔細看店裡頭 幾乎是人手一隻快龍 娃娃 大氣完成系列 2019年10月在日本推出後 一度絕版 台北寶可夢中心 剛開幕時曾轉戰回歸 當時不少人花時間排隊搶購 這回再度限量回歸 有人全家出動一起賣 我們是買 買一買嗎 對 買六隻 這是全員出動一起買嗎 對 十點來這邊拿號碼牌 要先來拿排隊的票 所以我們十點就來了 然後就 然後就拿掉一點二十分的票 就怕限量買不到 在網路上早就出現代購文章 現場也確實觀察到 有民眾現場代購在店外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在網路平台也能發現 不少快龍才剛離開寶可夢中心 就被PO上網轉送 原價九百五十元 這一轉賣價格翻了超過三倍 多排三個小時的隊 有差嗎 有差嗎 好像沒差 三千塊 太貴了 對我 你拿到票在時間過來 你再去附近逛吃個飯 然後來時間也差不多 應該是 就是不太需要去買黃油 旁邊都有工作人員在補貨 所以看起來是 貨量是滿充足的 這回寶可夢中心寄出一人一隻 限購條件 現場也持續補貨 不讓架上唱空城 這也讓不少粉絲放心 不怕黃油搶貨紅台價格 華視新聞台北報導